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会在交通局的预算在议会大会确定通过之后 以及我们完成相关系统调整就会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好消息 那当然我也想跟视频朋友报告我们在用大数据分析智慧化的管控上面 我们也有了成效 去年11月开始我们先针对士林还有信义两个区做示范 那到12月这辆区的建车率达90% 所以我们从1月份开始就会扩及到整个台北市各区做智慧化的管控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大数据分析的基础 滚动式的做调整跟修正 希望让市民朋友借车用车的体验会更好 所以市长U5的前30分用免费 有没有可能在农秘年前送民众一个礼物 有可能啊 有可能 但是我们当然也是需要看议会审查的过程 还有我们整个系统能够加速完成调整 我们就会对外宣布实际上路 对台北市警察局各分局在选后进行大调动 角安也提出四大重点工作 包括交通安全联加速行人友善计划 落实新生代打击诈漆策略行动 深化妇幼安全保护工作 及贯彻警政扫黑工作 今年是台北市交通安全年 我们要加速完成行人安全的计划 从决定的五年 我们说了到三年完成 以崩塌行人环境 确保护口行人安全 提升大声保护安全 以及落实人们理念的交通设计 四大重头是绿同根本取消路问题 以洗刷媒体对于很消灯的不灭影响 第二 我们要获持新世代打击诈漆策略行动 结合各局处成立了打诈漆策略行动 强化分工分作分零分层的渲染 提升市民试炸防炸的力力 加强查期下期 持续经济 施炸足炸 承炸各行业的策略 达成减少接触 减少误性 减少损害 删解目标 第三 深化台北市雇佑安全保护的工作 身为枯空安全警示铁提升安全措施 也要获获化器官的雇佑安全防治 我强化对我们之间的公报联系合作形式 第四 发挥团队整体的战力 提升市民安全 第四 惯涉警政扫黑的合作工作 台北市由警察局长 亲自同同主席成立的扫黑专责队 通过行事整合 区域联防等措施 网伴收集各方的资料 会程分析之后 并且运用第三方警政 针对邦派维士 技术或应付的场所 实施联合警察 及行政裁网 系统系的执行扫黑 斩断不法经流 回复省市政 角安表示 在警察同仁积极努力下 台北市治安成果捕获好评 在向全球安全城市评比中 台北市更在424个城市中 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他期许警察同仁持续落实各项重点工作 打造台北成为安全之都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为了解析台湾茶及咖啡独特的风味及特色 农业部茶及饮品作物改良厂 推出了台湾特色茶风味人2.0版 方便民众透过分类轻松说出茶的口感 喝茶及咖啡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日常 具体描述口感及风味却有难度 茶开厂开发出专属台湾特色茶与咖啡的风味轮 让消费者更能沟通及描述自身需求 109年曾推出完整描述台湾特色茶的 六大台湾特色茶风味轮后 获得消费市场肯定 这次又再推出2.0版 协助消费者更深入探索与品味茶叶的风味特点 因为这54个风味就可以代表了我们台湾茶 90%以上的一个风味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2.0我们就把它简化为 我们消费者可以轻易使用的 而且不用再去找六个人对应茶叶 我们一个轮就可以使用了六大特色的茶叶 那我们当时我们在做1.0的时候 为了因为我们台湾茶的种类非常多元 所以我们就把台湾茶分成了六大类 分别有台湾绿茶 还有清香型条形包种茶 清香型球形乌龙茶 背香型球形乌龙茶 东方美人茶跟台湾红茶 那对应的呢有10种 那我们的这个维山包种茶 我们这一款茶呢 他就有这个茉莉花的这个味道 那这一款高山茶呢 有这个玉兰花的这个味道 那这个我们的这个洞顶乌龙茶 我们的背香型乌龙茶 我们今天选出来是洞顶乌龙茶 那我们这一款茶因为有这个碳焙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木炭的味道 好接下来我们的东方美人茶 除了他最典型的这个蜜香之外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茶也有一点凤梨香 凤梨香 那我们的这一个蜜香 我们在红茶我们今天选的是蜜香 蜜香红茶 所以他除了有蜜香之外呢 我们今天的这一款茶 他有这个柑橘香 今天我们推出的是茶 台湾茶风味轮2.0版 那2.0版是简称是消费者版 它只有一个轮子 但是这个轮子就把我们1.0版的 这个六个风味轮都整合在一起 那我想让消费者不用一次就要带六个轮子 但是从2.0版的这个轮子里面 消费者版的这个部分可以很清楚 而且很简便即时他在喝茶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到他这个茶的最主要的一个特色香气 跟它的一个滋味 那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风味轮2.0版里面 萃取最主要的54个香气成分 还有15个滋味的一个词汇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描述方式 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到 他喝这杯茶 甚至于他要采购这个茶类的时候 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在不在 如果他是属于在我们所规范的这个 主要的一个香气滋味的范围里面 消费者就可以很放心来做一个采购 而且也可以很安心来喝到我们这个茶类 这个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制造 以及相关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 那我想这部分对于整个国内市场的推动 会是有所注意 那这部分也希望透过大家的一个推广 让整个茶产业的一个发展能够更顺利 其中为了了解台湾咖啡的风味调性 进一步检视近5年咖啡评鉴资料 发现相比国外咖啡多为花香风味 台湾咖啡则以水果调较为常见 其次依序为糖香坚果调 好 是的 这一次我们茶几饮料作物改良厂所推出来的 台湾咖啡风味轮是首创的 这虽然是叫首创 可是我们是从5年前 开始从全国咖啡竞赛里面 来把这些咖啡的一个样品把它做一个收集 那并且来经过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一个分析上面来讲 就会结合国际的一个CQI还有COE的相关的一个 评鉴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从这个评鉴的方式里面 来萃取出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那从我们台湾咖啡的最主要特色的一个萃取里面 我们发现虽然评审在评分上面会把这个花香调 把它分数会打得比较高 可是我们分析我们台湾咖啡其实在次要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我们说它的一个相关水果调的部分 其实是占最大的一个比例 占整个百分之32的一个评审所青睐的一个分数 所以我们在相关的一个台湾咖啡风味轮的一个解构的部分 虽然我们目前是以这个跟国际接轨的COE跟CQI的一个 评鉴方式来做一个排列顺序 但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发现消费者如果从看我们台湾咖啡风味轮 可以看到最大一块的就是水果调性的这一个描述 那它是我们台湾咖啡最主要的一个特色 那其次是我们的一个坚果以及相关的这些特性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台湾咖啡风味轮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想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台湾咖啡的一个行销跟推广 因为我们台湾咖啡目前在整个产量上面来讲 占整个国内消费量只有2.5%左右 那我想未来台湾咖啡发展的一个市场潜力非常的大 那预估应该有到将近5千到6千公顷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积产量 那未来怎么样把这个台湾咖啡的一个特色 以及它的主要调性跟国内消费者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沟通 并且跟进口咖啡可以做一个区隔有一个差异化 让台湾的本土咖啡更能够凸显它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那不管是在香气或者是滋味上面的一个呈现 都能够有一个市场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扮演 那我想这部分将会是未来我们找他以及饮料做个量场 可以持续协助我们咖啡隆在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 茶改厂特别将不同茶类常见的香气及滋味共通的69个与会 汇集成台湾特色茶风味轮2.0版 如香气描述以消费者使用观点 滋味描述采用简易感官品评方式 详细解析台湾特色茶风味 跟首次以科技技术分离出主要的香气成分 推出茶叶蚊香套组 唤醒专属台湾特色茶的品味与体验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肠病毒一年四季都有 常见于10岁以下的孩童 小儿科医师苏月就指出 三四月升温五六月达高峰 直到九月开雪后还会再出现一波 民众千万不可轻忽 一岁的小安凌晨发烧到39.2度 就医检查发现喉咙发炎 躯干有一颗颗丘症及水泡 两日后回诊症状未改善 身上还出现了许多溃疡 披症也从躯干蔓延到四肢 而10岁的小伯几天前因为发烧到39.3度 脚底出现红疹 喉咙疼痛难耐前来就诊 力学检查发现 他的软额及玄庸垂出现溃疡 脚底有许多细小的红疹 这两个案例都是罹患 病毒受阻口病 然后他的驱赶就是他的身上 就出现一颗一颗的丘症跟水泡 然后我们告诉他就是说 他有可能是肠病毒的感染 然后安排他两天后回诊 那回诊当天就有话就是发现说 他喉咙除了发炎以外呢 有出现了很多溃疡 然后他皮肤的疹子也是从驱赶 蔓延到四肢 然后就是确定是肠病毒的受阻口病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这是他第一天就诊的时候 那这是他的身体的这个驱赶的侧边 我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颗一颗的这种丘症 然后有几颗的话 其实看起来有点 类似水泡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这有可能是肠病毒 但是肠病毒一般比较常发生 就是手足口病的话 是手跟脚的病灶为主 那但是他主要出现了驱赶 所以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确定 那在第三天回诊的话 这个是他膝盖后面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他的整个 就是一颗一颗 很典型的一个肠病毒的病灶 那在检查他的喉咙的话 也可以 这个可能解像 呃 没有那么清楚 不过可以看到他就有一颗一颗白色的点点 那就是他喉咙有许多的溃疡 所以这个患者我们确定是手足口病 那第二位患者的话 他是一个十岁的一个同学 那他也是发烧到39.3度 然后到 他是先到其他的地方去就诊 那大概在三天前就诊 那个时候是发烧嘛 然后他的同班同学有这个流感的患者 所以他就直接被当作流感来治疗 然后接受了克流感的这个药物 那他这一次来我们这边看的 主要的话就是他的脚底有一些红症 加上说他喉咙疼痛就是受不了 他觉得很奇怪才来我们这边评估 那我们把他检查发现他的软荷跟旋涌垂 旋涌垂就是我们的那个喉咙的那个小舌头 那有出现溃疡 然后他脚底两侧都有许多细小的疹子 那后来也是确定是肠病毒手足口病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那這個是他的 因為其實口腔的照相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大概這邊主要是呈現他的小舌頭上面也有這個潰瘍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這個是腳底的照片 就可以看到他有這樣一顆一顆 就是紅色的這種小點點這個疹子 他兩側都有 那因為這個照相因為我們這邊這個角度比較背光 所以實際看起來是會更紅一點 好那這個患者的話也是等於說兩個患者都是手足口病 那一個是一歲一個是十歲 蘇醫師說明腸病毒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以往病例數在三四月升溫 也有重症病例出現民眾千萬別輕忽 那去年的話我們CDC的資料是在11月的時候 還有出現重症的病例 還有做這個通報的動作 那腸病毒一般比較常見是十歲以下的兒童 但是其他年齡層甚至成人也有感染腸病毒的可能 那腸病毒造成的症狀主要臨床上比較常見的包含了 泡枕性菸霞炎跟手足口病 泡枕性菸霞炎的患者他會忽然發燒 然後在菸霞部會出現水泡或潰瘍 那手足口病的特色是會發燒 口腔出現潰瘍以外呢 他的身體也會出現紅疹跟水泡 那由於這個紅疹跟水泡 耗發的部位常在手掌膠掌 所以他才得到這個手足口病這個名字 那手足口病要特別注意的話就是說 因為腸病毒患者他們會因為口腔潰瘍 然後就是會很疼痛 就像我們第二個案例 喉嚨會很痛 所以他食慾會大減 因此呢如果是有比較小的小朋友發生的這個情況 要特別注意是否有脫水的情形發生 要特別要補充水分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腸病毒大家最擔心的就是腸病毒重症 那有八到九成腸病毒重症的患者 他一開始都是以手足口病作為初始表現 那腸病毒傳染的途徑 主要是經由呼吸道跟腸胃道傳染 那由於說他的傳染力很強 無法被酒精有效殺死 所以我們就是戴口罩清洗手 然後使用漂白水消毒環境才能夠預防感染 那腸病毒的重症呢就是主要說 這次病毒有可能會產生腦炎腦膜炎 急性肢體無力等等的併發症 那比較嚴重的甚至會造成心肺衰竭而死亡 那我們五歲以下的兒童 是腸病毒重症的高危險群 所以說如果說 家長遇到說他的小朋友五歲以下 然後產生了腸病毒 手足口病 那要特別注意病情的變化 那如果出現像是飾睡啊 持續嘔吐 肌月型抽搐或心薄過數等等重症的前兆 那就要儘速就醫 那腸病毒的治療並沒有所謂的特效藥 主要還是症狀治療 然後在病程中要特別注意有沒有重症的徵兆 那腸病毒的預防方式就是 剛才提到的戴口罩洗手 然後用漂白水消毒環境 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以外呢 那目前的話是有腸病毒的疫苗 疫苗可以提供接種 台灣2023年開始施打自費腸病毒疫苗 可以預防感染以及降低感染後出現重症機率 建議滿兩個月至未滿六歲的兒童 可以到醫療院所評估接種疫苗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備受全國關注的台北市港湖區立委 由李彥秀贏得勝選 他表示將協助市長蔣萬安 加速民生細止線及內湖東環段的施工 讓港湖民眾最為關切的交通問題 及早解決 感謝你每一票給李彥秀的祈福 謝謝你們 謝謝李彥秀的加油 我們加油更努力 民眾開心地擁抱李彥秀 恭喜他順利當選 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 國民黨立法院候選李彥秀 順利擊敗強敵重返立法院 選後立即以市場掃接卸票方式 親自向每一位支持他的港湖鄉親 表達誠摯的感謝 李彥秀表示 回到立法院 今天將著重在國人最關切的民生議題 包括食安五環 富幼福利 校園安全 毒品詐騙及長照政策等 民眾其實關注很多民生的法案 怎麼樣讓港湖的鄉親在港湖生活更好 食安的政策 怎麼樣長期食安的問題 其實食安五環在過去蔡政府任內 其實破了好幾個大洞 怎麼樣去做補強 還有我在這次政策上特別提到 過去大家都喊0到6歲國家養 那我們希望延伸往下走 從懷孕到6歲國家養 那包括毒品濫用的議題 還有校園的安全 還有詐騙的議題 那這些政策恐怕都是我們在 回到立法院之後要立即推動 還有包括我長期在提 長照的政策怎麼樣 我們做更完整的照護 還有包括我們現在家長們關注的 這個幼稚園弘端設置的議題 怎麼樣放心的雙新家庭 讓孩子能夠進入幼兒園等等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立即要處理的政策 林燕修會回到立法院 馬上趕快 其實還沒就任之前 我們已經陸陸續續在做馬上 政府立法院第一個會期要提的 相關的法案跟工作 另外在地方建設部分 林燕修表示 鄉親們最關心的就是交通問題 台北市長角安日前已與他聯繫取的共識 他將督促中央加速捷運民生繫子線 及環狀線東環段的捷運工程進度 還有重建港前大橋等 希望徹底解決困擾港湖區多年的交通問題 港湖的建設恐怕鄉親關注最多的就是交通的問題 如何協助蔣萬安 在包括明溪線的部分 還有東環段的部分 可以如值如期的完工 預算的跟中央的配合 還有包括我們在一些交通建設 港前大橋相關的一些配合款 中央可以給予的一些相關的配合款 蔣萬安事實上在前幾天都有跟我個別通過電話 有哪些事項需要我們這些台北市的立法委員 接下來協助蔣萬的地方 我想我們就是一個台北隊 我們會立即的趕快去做一些溝通 回到立法院立即做一些意識上的處理 務必讓這些重大工程能夠順利的罰包 能夠如值如期的完工 每一票的支持 感謝大家 每一票給李燕修的機會 從城至今從未離開港湖 李燕修表示 進入立法院會秉持初衷 每一天都努力的為民眾打拼 監督行政部門做好各項工作 讓民眾所關注的法案及政策都能實踐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中佳寬平攜手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與白絲帶關懷協會 舉辦2023元宇宙明英梗圖創作比賽 推廣媒體試讀 趣味的明英梗圖博取眼球目光 中佳寬平攜手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與白絲帶關懷協會 舉辦2023元宇宙明英梗圖媒體試讀創作比賽 十位優勝者發揮創意 透過趣味梗圖推廣媒體試讀 這個記者會我們有發表2023年的台灣青少兒的 美感素養與上網趨勢 同時我們也舉行了我們第二屆 跟中佳合作的這個元宇宙明英梗圖的媒體試讀的 增見比賽 那我們發現這次第二屆 其實作品有蠻多都是用生成式人工智慧所產生的 所以我們特別要請這些投稿者能夠出示 她的這個原創或者是使用這個AIGC的一些流程的證明 另外黃薇薇發布台灣青少兒美感素養與上網趨勢調查報告 發現青少兒最常使用的入口網站 除了Google外 短影音社群平台已經佔據大宗 但來源不明的短影音內容品質也不一 可能會影響兒少對自我文化的認知與識別真假訊息的能力 過去可能是搜尋引擎或者是我們熟悉的一些境外的社群平台 這一次完全是整個跳起來的是短影音的這個平台 那這個短影音平台就是包含Instagram還有我們說的這個抖音 那我們看到年輕學生喜歡看的這些娛樂資訊 然後也上的平台比較現代趨勢 短影音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就想要知道說 那你平常使用電腦上網的行為 他說自己上網 然後那什麼時候你會不使用 是因為家長會擔心影響你的健康 或者是擔心你的課業嗎 結果其實有將近六成的學生說 是他自己不想要用 那所以我們看到孩子雖然的確這三年依賴網路 但是他們也在學習做自我管理 只是我們看到他使用的平台 在科技上面都是境外平台 然後他接觸到的訊息就是短影音 那然後我們再看美感素養的這個調查 我們發現年輕人他們在對於台灣自己的本土文化藝術的資訊的搜尋能力跟理解 其實是相當低落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關心境外平台是跨國的 那屬於文創的這一塊或者是影音的部分 他也看的是不同地方的 卻沒有看到台灣自己自己自製的一些比較有深度有質感 甚至能夠反映我們自己一些文化產業心血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們也希望在這一次除了頒獎禮禮之外 我們也希望不管是數位發展部 還有包含文化部跟教育部 在不只是推動一個所謂融合的這個素養美感的媒體試圖教育 其實在獎勵國內真的是自己在投入到文創產業營產業的這一塊 要繼續努力 沒有經過系統性整理或者是消化 或者是做一些處理的訊息 那就是所謂的雜訊或者是假訊息 所以這些年輕學子在網路試圖上遇到的是很多的假訊息 沒有害自己的判斷能力不夠 所以這個不是行政部門就是 怎麼樣讓引導學生從小學開始 能夠正確使用網路 能夠有網路資訊判斷的能力 但是我們要建立一些優質的這些 關於今天主題美感素養的相關的這個網站 或者相關的這些 讓學生可以很容易取得正確的這個美感的教育資訊 尤其你像問這些同學 你認識幾位台灣本土做本土畫家 認識幾位台灣本土的這個雕塑家 可能這城鄉差距也有 城鄉差距也有 可能在都會區 可能這些都會區的學生可能 會相對比較多的管道去的 那行政部門包括文化部 包括教育部 都有必要在課綱裡面 在政策方面 不管是你提供文化理經也好 或者是文化體驗券也好 讓學生除了在媒體 在網路的資訊裡面得到的一些訊息之外 你還有實體的這些展演 你可以去參與 同學們年輕人剛剛畢業 我們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學生 剛畢業還生嫩的時候到電視台來 我有我就是一個大量的練習場 我讓大家來練習 當你到發光發熱的時候 我有大量的時段讓你來表現 也許你累了我公司要hold著你 為什麼 因為我的老闆是要做雇主相對提拨 雇主相對提拨 意思就是我要負責你到退休為止 請問Google 臉書 TikTok 有嗎 他的業主 從我們台灣拿400多億 拿上百億的收入 請問他有承擔這個人力的 這樣的成本 有承擔一個生態系嗎 然後再更何況 還充滿了盜版 Google Search上面充滿 YouTube上面充滿了盜版的內容 盜版甚至於現在還針對基上河 盜版的網站都還沒有處理好 數位傳播文化行動實驗室 最後提出善用AIGC的媒體實讀 與產觀學共勉之 A字母牌請翻牌 也就是賞識思維 智慧財產 intelligence property 數位品味 good test 創意創新 creative innovation 中央寬評致力推廣媒體試讀 除了前進社區 教民眾如何分辨假訊息 也參與舉辦民音梗圖創作比賽活動 希望透過多元方式 喚醒社會大眾 關注媒體試讀議題 沒有這些訊息 AIGC 創意創新 AIGC AIGC 什麼珍珠奶茶的珍珠竟然是塑膠做的 多吃這種瓜 和癌症說掰掰 全世界風傳的驚人事件 看到這些誇張的標題 您有什麼感覺呢 會因為好奇而點進去一探究竟嗎 還是已經知道這是毫無意義的農場文 現在我們就帶您來理解 假新聞的下標題技巧 教您聰明判決 1.文章標題有誇大的聲明 像是你不會相信即將發生的事 假的 2.出現奇怪或不尋常的動畫 通常都是騙局異常 假的 3.跳出輕鬆賺錢等文字 絕大部分是詐騙 假的 4.出現不常見的影像 例如疾病 扭曲罩等 這是騙點擊率 假的 5.常見罐頭用語 像是百萬人公傳 大家都驚呆了 簡直太神了等 一樣是假的 這些聳動的標題 就是希望閱讀者能點擊 點進去後的錯誤資訊 會造成民眾對虛假內容的信任 判斷錯誤 因此我們要牢記 一看二停三想 讓誇大的新聞標題 不再影響我們的閱聽品質 中家集團關心您 台北市新義區公所 進駐廣瓷園區 首次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活動 透過共同演練 經驗交流 及資源共享等方式 培養出絕佳危機管理 及防災應變的能力 煙霧瀰漫整個大樓 民眾跟著疏散引導人員 趕緊離開現場 不過別擔心 這是新義區公所的防災應變演練活動 模擬災害情境 各大位組成自衛消防編組 認真參與每個模擬環節 行政大樓來講 我們12區的話 都要成立所謂自衛消防編組 那其實我們就搬到這邊來講 在之前我們在舊大樓 在新路五段時候 都已經成立了 那就是說因為 因應在新大樓的一個 新的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適應 在新的一些措施 新的環境 作為我們的後續一些處理等等 譬如我們的消防 消防的一些門 還有我們會 所以譬如煙霧比較多的時候來講 我們也有一些排煙的一些設備等等 這些的話 都是算是我們12區裡面的話 最新的一些設備 我們新義區行政大樓的話 是從去年的12月5號搬遷 到我們的新大樓裡面 那這棟大樓的話 算是一座很新的一個智慧大樓 那其中的話 有關於消防一些設備等等 來講的話 都採用最新 最先進的一些設備 那我們搬遷到行政大樓以後來講的話 這是第一次的所謂進行 所謂的智慧消防編組 最主要目的的話 當然不外敷 讓我們了解到 所謂的真正 假如遇到了所謂 不論是天然災害 譬如地震 或者是一些意外的狀況 火災的時候 同能該如何進行一些 如何一些疏散 或者在整個的演練過程之中 有可能面臨一些問題 譬如就是冒煙 或者是所謂的能源不小心受傷等等 經過了不論是我們的疏導班 安全防護班 以及滅火班等等的一些 大家通力的配合 把我們的傷亡降低到最低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演練的 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也是順便教育同仁 這種大樓來講的話 要如何進行一些疏散等等的一些工作 本大樓13樓ICT軍防防住火警 請各組別組成員 一任務邊組分工進行緊急應變 報則萬通報班已準備完畢 本班人員將盡速掌握最新災情 同時透過大樓防災群組 聯繫其他合屬辦公的防災人員 請其他整備相關的第一物力進行災害應變 並協助疏散各樓層下工民眾 然後現在動作了 它就是手動貿易機 就是它是即時發報的 就是我們探測器沒有偵測到 但是我們有發現它火災的話 所以就用這個手動貿易機去做發報 從之後我才不做出單位 演練邀請消防局講師 宣導地震火災發生時的應變處置及善後 演練項目以災害現場避難措施及人員整備災情掌握 資源聯繫與通報 自衛編助人員初期減災作為 大樓安全委護護及環境巡檢 疏散引導及傷患救護 災後應變復原等等 讓我們這棟行政大樓的各位合主辦公大樓的一切同能 了解到我們這個新大樓 有哪些的一些消防設備 還有我們這個逃生的一些方向等等 讓各位清楚了解 日後只有可能再發生所謂地震 或者是所謂的火災的情形 讓各位了解到整個如何進行一些應變 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來講 非常感謝我們這棟行政大樓 無論是我們的分隊員 分隊員不要給我們來 還有我們的警察局的一個同能 還有我們衛生健康中心等等的一些單位 非常感謝各位這次演練配合 然後來講話 就是說我們每年還是會進行所謂的 智慧消防編組織演練 讓大家更熟悉的這些活動 如何進行先應變投資 新一區公所去年底正式進駐 廣慈博愛園區 首次辦理防災演練 動員各屬辦公機關人員 一同參與演練 攀電現有的消防設施 及防災人員編制 達到熟悉減災救災目的 記者翁宇俊台北報導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27件電商平台 販售的菌菇類及食用鹽食品 驗出兩件有重金屬隔鈔 網路上買東西雖然方便 但小心買到有問題的食品 吃下肚恐傷生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27件 電商平台販售的 迅菇類及食用鹽食品 發現有兩件迅菇類 減出重金屬隔超標 另有一件食用鹽 減出重金屬簽及升超標 針對不合格產品 衛生局已令業者下架 進行復抽 若限期改正仍不合格 可依食安法儲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發還 那所有的27件的一個檢體 我們都針對重金屬污染的部分 來進行檢驗 那檢驗方法是依據食藥署 所公布的這個 菇訓類重金屬檢驗方法 以及食鹽的檢驗方法 那菇訓類的檢驗 我們主要是檢驗重金屬千根隔 那食鹽我們主要是檢驗千格拱生銅 那用這個感應偶核電漿支撲儀進行檢驗 那檢驗的結果呢 在殉菇類的部分 有一件叫做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這一件我們驗出 隔是8個PPM 那法規是2個PPM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 新鮮秋季黑松露 那這一件我們驗出的 隔的含量是4個PPM 那法規也是2個PPM 那所以這兩件是 訊布類的不合格的部分 那另外在食用鹽類的 主要有一件叫做 瑪雅式粉紅鹽 那這一件產品我們驗出了 千是3.21ppm 那法規是2個PPM 那深的部分是1.03ppm 那法規是0.2ppm 那總計呢 有5件的不合格產品 那在這邊 它的一個不合格比例是18.5 抽驗27件產品中 經包裝標示與進出口查驗後 發現一件野生川耳 標示不符規定 即一件野生黑松露 未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 並申報其產品相關資訊 那首先我們有發現一件 叫做品名為野生川耳純素的 那這一件的產地標示是不實的 那它的一個產地標示是標中國 可是經過查驗 它的一個進口國是泰國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野生黑松露 那這一件呢 我們沒有找到它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查驗及申報其產品的一個相關資訊 那這兩件就是在第一次發現的一個不合格 那相關的一些不合格的產品資訊 我們都有在不合格名冊這邊 都可以有呈現出來 那這些不合格的產品都涉嫌違反 就是食安法的一個相關規定 那第一時間我們已經命令這個平台下降 不能再販售 那若經後續呢 我們會移送到這個相關的 像是外線市去 那如果查證屬實的話 我們將依據食安法來進行懲處 衛生局表示 違規產品設違反食安法相關規定 若經查屬實 將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條例 進行查辦 呼籲消費者在網路選購食品時 因先慎選有幸運的平台與賣家 並確認網站有清楚明確的產品資訊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台北市衛生局到火鍋店餐飲店 賣場等抽驗火鍋料 55件中就有10件品質不符規定 冬天吃上一口熱騰騰的火鍋 是許多民眾的最愛 為維護民眾食用火鍋料產品的衛生安全 台北市衛生局抽驗55件產品 包括肉品10件、水產品5件、高風險蔬菜15件、 火鍋料加工製品15件、豆製品5件 及花生粉醬5件 其中10件品質不符規定 這一次總共抽驗55件產品 包括肉品10件、水產品5件、高風險蔬菜15件、 火鍋料加工製品15件、豆製品5件、 花生粉醬5件 這次檢驗的項目包含動物用藥跟動物成分 重金屬、農藥殘留量、食品添加物 以及真菌毒素存檢相關的項目 這一次的檢驗結果 有5件的蔬菜包括青江菜有3件、蔥2件 以上5件的蔬菜是檢出農藥殘留不符規定 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5條規定 另外在2件花生粉有驗出了黃菊毒素 不符相關限量標準也違反了食安法第17條規定 衛生局已經令我們的抽驗地點 預計的下架不能販售 並且追查我們上面的來源的都是外縣市的產品 所謂已經移請所強的縣市衛生局後續的辦理 那另外有3件豆腐類的產品 有檢出了防腐劑本甲酸 也違反了食安法第18條規定 衛生局表示本甲酸為可合法使用之防腐劑 為不得使用於豆腐類產品 本甲酸偏向水溶性 進入人體後可從尿中排出 若過量食入會引起腹瀉 胃痛心跳快等症狀 適量喝水可幫助新陳代謝排出 其中豆腐的兩件有 因為無法提供來源的停症 所以我們三件的豆腐產品 都依實安法第47條第9 第11款規定 儲生來比3萬元的罰環 那另外本甲酸部分 是合法可以使用的防腐劑 但是不能夠使用在豆腐類的產品 另外本甲酸也偏向水溶性 所以我們進入人體之後 可以從尿液來排出 我們可以藉由適量的喝水 然後幫助新陳代謝排出 外申局呼籲食品業者 應保留完整產品交易憑證 如產品外觀、包裝上來源資料等 以例後續追查不合格產品來源 達到源頭管理 共同為民眾食安把關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 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警政署公布一波高階警官異動 金融市警察局長張樹德 升任警政署警政委員 新任局長由保齊總隊長翁群能接任 翁群能調派在基隆市警察局局長 在市長謝國良不答下 新任警察局長翁群能正式走馬上任 於事已自成 課尊國家法令 盡忠職守 報效國家 不枉費工堂 不濫用人員 不銀私舞弊 不收受賄弱 如為誓言 願受最嚴厲之處罰 小姐典禮由警政署長 黃明昭擔任兼交人 包括議長同志偉 副議長楊秀鈺 議會國會議員 及檢調首長都出席管理 新任警察局長翁群能 中央警察大學 五十一級行政警察學系畢業 大學大學經營管理學系措施 成任苗栗縣警察局長 台北市警察局督察長 副局長 及保安隊地區總隊總隊長等重要職務 工作資歷完整 主持兼交的市長謝國良 除了肯定現任局長張樹德 在推動行人友善 寧靜街坊專案有成 也期許新任局長能夠全力以赴 前任的張樹德局長在任內 跟我們配合非常良好 針對行人友善 還有非法改裝機車 我們就全力的在推動 另外我也跟警察局想合作推動 特定行業這個管理的自治條例 會針對一天到晚打架鬧事的營業場所 做另一個不同的一個管理的方式 所以我們也肯托議會全力支持我們 讓我們警察同盟有良好的執法工具 可以維護技能自然 所以期待未來跟我們翁局長的 好好的通力的合作 警政署長黃明昭在支持時 針對警戒出現了封擊案 強調要徹底整肅 之前也發生了你們的幹部 酒駕造勢 以及我們的基層幹部 有販毒的情形 這個都是傷害到我們警察的一個形象 我希望團隊的一個激勵 以及內部的一個進化要特別重視 也拜託我們新任機長在座各位警察的主管幹部 要特別重視我們內部的一個激勵 那最後我再次的也感謝市長 以及我們貴賓的一個對警察局的一個支持 以及愛護 那也希望全體警察同仁 在新任鋒警長的領導之下 全新田律投入到我們的警察治安工作 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要克進我們警察的任務 除了我們這種事治安 我們現在假日的交通 我想過去這段時間 先市長也推動行人友善 也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我們現在市民很多的需求是 改裝車 我想也希望警察局可以跟環保局來合作 當然大家的業務上面會有一些連結 希望大家做好溝通 改裝車的問題 需要跟環保局共同來努力 那誰的業務呢 就要讓市長來裁事 那希望大家都是秉持著 基隆市政府或基隆市議會 大家共同一個團隊 希望推動在相關的業務上面 可以更完整 整場交接典禮簡單隆重 市長謝國良期許警察同仁 協助新任局長做好為民服務工作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大選過後 基隆市長謝國良就四接議題 特別拜訪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 召集人王醒之等成員 表達對環境南緣轉型問題的關切 未來會好好地來為市民朋友把關 畫面上是基隆市長謝國良 特別拜訪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 召集人王醒之跟市議員陳冠宇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發言人陳維仲 及基隆市職業工會秘書長 顧翠晴 生態律師蔡雅瑩 希望透過這個會談 納入公民團體的意見 一起來守護外木山 這次在立委選舉上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一方面是來跟她致意 一方面大家都很關心未來的能源跟轉型 跟環境的問題 最近也看到一些世界報導 就是有提到就是說 未來的民進黨政府可能在選後 在這方面也會有一些作為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我們跟這些公民團體 大家一向是有密切的往來 而且大家理念相同 然後我們會就公共政策 大家不斷地交換意見 特別特別期待大家可以幫幫忙 就是說不是立場上的問題 而是在訊息散播這件事情上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基隆人 可以明確地知道這個訊息 然後同時願意一起來討論 那所以環評會如果真的確實會召開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 我們絕對不會缺席 我們雖然說不會缺席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要出席是非常難的 因為我們並不會被邀請 所以我們大概也只能用傳統社運的工作方式 很清楚地就是在現在的環境部 很清楚地拉出一個戰線來 然後希望能夠引起更多社會的討論 然後以及更多基隆人的關注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要麻煩 我們基隆在地的媒體朋友們 可以多多幫忙好不好 這件事情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協和電彩天海造立的最爛方案 絕對不應該被粗暴通過 它需要更仔細的國會溝通 這個是不管是否是區域立委 是全體的114位立法委員 都應該要高度重視的能源議題 因為在協和電廠轉職裡面 就是我們是非常有機會 落實所謂的2050年 就我們即刻直接變成再生能源電廠 協和電廠是最有機會的 就是希望說協和電廠即刻除役 除役之後呢也更不希望是說 使用像這樣最爛的填海造地的方案 第四天然氣接收站來填我們的海洋 這其實它不是一個只是毀掉50年的基隆的發展 它是將基隆的永久的整個海岸線 外木山海岸線直接破壞 而且會直接的掐住基隆港的港嘴 讓我們的港務經濟就直接被毀滅 外木山這個首屋外木山小組提出的論述 經我這樣看我是認同的 我是有感同的 那我們現在做的一個決策 要蓋不蓋 蓋天然氣 未來50年都是這個樣子 後來深澳我們當初真的把洩煤打下 後來煤根本就不算是主流的能源那個方式 還好我們那個時候打下來 我看台電其實是感謝我們的 賴清德現在的總統 他在競選期間的時候 曾經到中火去直接說 他認為中火可以轉型成再生能源 那我們會認為說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讓能源轉型 不要只是用暫時性的手段 用天然氣接收站或是天然氣電廠 繼續製造空污 繼續增加碳排 然後或是繼續破壞海洋跟港市 那其實這件事情明明就已經 像賴總統他就已經具體的承諾了 那我們為什麼不能讓我們的協和電廠 也可以履行能源轉型的初衷 讓協和電廠可以直接轉型為再生能源 其實從這一次三個總統候選裡面都有提到說 台灣現在的發展就是不缺電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協和電廠進行更仔細的國會溝通 或是市政評估跟考量 絕對是對於基隆人 或是對於全體的能源發展來說 最好的選擇 那我自己也期待要親自參加下一次的環評會議 因為我應該是會被邀請 我也一定會參加 那我也呼籲台電可以真的好好的思考一下 假如未來國會也不支持 然後民意也不支持的時候 可不可以真的往再生能源的發電的方式去思考協和電廠的未來 因為這個是幾十年 我們現在所種的英 未來幾十年基隆的下一代都會在這個環境下度過 所以我們也呼籲台電好好的思考一下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不給它進行該進行的程序 包括環評等等 但我會親自出席表達市民朋友的意見 給台電跟環境部讓他們清楚的了解 市長謝國良最後表示 四階問題並不是新一波的藍綠對抗 純粹是對環境與生態的關心 再生能源是未來五六十年民眾所需 雖然在政黨方面與前議員王省之不盡相同 但是對環境議題的看法相同 未來也會邀請林佩祥立委 讓基隆市民的民意能在國會被展現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國際海洋科技博物館在環保議題上頗有成效 除了利用雨鋪滿將雨水在地用外 頂樓設的太陽能板搭配能源回收箱 將電力儲存再利用 達到省電又省水的功效 來到海科館公廁上完廁所沖水 怎麼馬桶水質竟然出現淡黃色 這些水經過我們的管線回收之後 會回到海科館的中水槽去 不仔細看一旁公告 還真的以為馬桶的水質出現了問題 原來這是一項省水系統 它可以把我們使用多少量的毒素 揮傳到我們一台電腦裡面去做一個統計的數據 所以這數據是蠻準的 因為它Sensor感應很靈敏 它每15分鐘就會抓一次它的數據 所以它的數據是相當準的 它會有顏色 黃黃的耶 來到戶外一打開水管的開關 原本有淡黃色的水柱 立刻變得透明乾淨 這是神奇的系統 背後可是有著浩大工程 水量到三分之二水溝滿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收比較乾淨的雨水 收到這個雨布滿桶裡面 那這個桶子裝滿的時候 它的有效容量是一噸 所以每次裝滿我們就可以提供一噸的雨水 然後透過這一顆馬達 然後以及這邊的過濾器 就從後面那個箱子 就可以到後面幼稚園的廁所裡面去使用 隱藏在海客館角落的黑色大水桶 就是處理雨水的中繼站 每當下雨時它就會像存錢桶一樣 把雨水儲存起來 再透過管線的加壓運送 提供了多方面使用 省水的同時也在省電 包括我們的中水系統 一起使用的話 我們一年可以省4000到8000噸的水 這個水量是很驚人 但是而且目前就那個經濟部水義署的公司 那一度水可以換0.7度電 所以雖然我們省電的方面 沒有辦法跟中南部比 但是我們省水的部分是很有成效的 我們一年要用8000多噸的水 那個是相當可觀 那現在有超過五成以上的決約 這是很好的一個示範效果 那因為我們在做那個教育的一個工作 那我們這樣的一個成熟的經驗 做對於這個教育的擴散 其實取得很大的一個效果 趁著好天氣來到海科館大樓頂樓 放眼望去好幾個地方都設置太陽能板 上百片的太陽能板整齊排列 而且這些都是省電的最佳小幫手 我們因為用電 包含我們海洋生物的一個使用 那用電量也非常非常大 那現在那個一年發出的那個 28萬度電的那個節約 這也是對整個那個示範 帶來很正面的一個效益 那我們雖然沒有直接 這些發的電是直接用到海科館的電網 但是業者是有提供我們20年屋頂的那個 防漏水的保固 那我們海科館假如說自己編列預算的話 以這一片屋頂來講 我一年至少要編列50到60萬的維護費 那假如真的有施工的話 那一片大概 光是一片場域大概就是100萬起跳 雖然我們沒有直接 享用到這些電的好處 但是這個屋頂它架設在這邊 它下面的溫差 就是可以差到三四度 那我們的空調用電量也相對比較省 全球暖化 水電資源珍貴 海科館多管齊下 不僅省水又省電 弱使節能減碳善用資源 成了推廣科學教育的最佳示範博物館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兩次的位置 接著 既有選擇 D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